全中任即將步入尾聲 屏東縣芳寮高中國中部 今年在羽球場上打放異彩 團體拿下第三名 男子單打更是緊包贏 其中關鍵推手就是在地教練鄭哲昌 他帶回旅美經驗 幫助家鄉創造家機 用心指導 針對學生落點給建議 屏東芳寮高中羽球隊教頭鄭哲昌 曾經旅美求學兩年 他帶著國外經驗回到家鄉 用不同角度來幫助熱愛的羽球 在這個羽球我得到那麼多 然後羽球讓我成長那麼多 那有機會了 那真的在美國那裡有一些轉變 那我就OK 好 那就回來拚看看吧 可以做到多少就算多少 這個圈子 這個環境 然後再回來看 我那感覺真的不一樣 所以回來想說OK 我就下定決心來拚看看 綽好OA的鄭哲昌 由於是選手出身 加上年輕貼近子弟兵心情 他願意花時間多和學生溝通 用語言的力量推學生一把 他會跟我們講說 現在累了 然後你以後出去你來 所以你就那個啊 你就會成功啊 你現在不累的話 以後什麼都沒有了 輸了別會心會再練就好了 算是心態要調整好 輸要輸在哪裡自己要知道 慢慢的培養他們 那我既然走這條路 我都是跟你 就是要拚了 那我覺得我們的孩子 應該這一方面 心智的部分 刻苦的部分 我覺得是 真的是進步的一個 比較大的關鍵 黑帥帶領下 芳療高中國中部 成為本屆全中運黑馬 不只在國難團體拿下季軍 國難單打更是勁包贏 締造屏東羽球最佳成績 UTN TV 武嘉奧 楊芸新 新北市報導